就說 李有病不像哥 可是憲哥 李有病是李死掉 他還沒死 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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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裡之間有任何的事情 那我們就不要在那敲鑼打鼓 這是人之常情 That's it 這樣你懂那個意思嗎 所謂的一箭之搖 就是用箭 來射出來它到底有多遠 它不是那麼精確的 所以就是說人家是 他也夠慘嘛 狀態那麼糟糕 然後多給一點祝福 多給祝福的原因是為什麼 希望他能夠痛改前輩嘛 不要再做一個 因為最大重點 受苦受害的是家人嘛 沒有必要這個樣子嘛 跟全世界都可以和解的 可是我的原因是長在這個地方 誰能沒有病痛呢 誰能遠離生老病死呢 每一人都一樣 殊途有同歸嘛 但是看到人家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們不要幸災樂禍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澄清一下 所謂的禮友並不像歌 是指這些 那因為我們是讀書人啊 講話我也不得已必須要引經據點嘛 對不對 更何況昨日像那東流水 所以 離我遠去 已經不可 對不對 所以希望是這樣 那也奉勸黃安 人呢在生死關頭走一遭的時候 覺得 學會多愛別人一點 可能是好運嘛 然後再一個就 澄清一下好不好 不要再那麼惡毒寫 泡友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 人家就已經講了 你又不是拍到人家 那有幾個國外的朋友 他們引導帶他們 然後確實有一個毛毛男 這是真的有 因為我有去做深入的愛 教會裡面朋友嘛 要找到這個人也不會太難 他也不是一個怪怪的人 或怎麼樣 所以憲哥見過他了 見過他 沒有印象 因為對爸爸來講 女兒所有的朋友 尤其男生的朋友 都是他的敵人嘛 對爸爸來講 當然喔 只有丈母娘看女婿 才會越看越有趣嘛 對不對 所以有幾個敵人 你看過的 教會裡面還要蠻多的 我是男生 有沒有數字啊 我是男生 我也喜歡他 跟他牽手的感覺多好 對不對 後來我都看到 我們在節目裡面都 手牽手啊 或幹嘛那些 所以沒有理由 並不像 我們不是這樣的人 看人家倒霉的時候 然後就落井下石 那不是我們的作為 他就是講理由 並不像哥啊 說天王霸氣回應啊 然後跑馬的時候是說 他 黃安吳宗憲 兩子事上結成的 我說 我講的是引經據點說 靈禮之間有事情 我們不要幸災樂禍 是這個意思 你要讀書嘛 好 聽說他四月 就要 又要出去商人 他的原因在於 他 黃安真的不紅 他台灣沒有節目 很辛苦 然後電視台 大家也排斥他 好嗎 好嗎